用龙牙打造的菜刀有多可怕 只是轻轻一挥手 就可以将石头房子一分为二 但是制作的过程是非常困难的 因为那头龙王已经活了上万年 龙牙的坚固程度让人匪夷所思 因为一直找不到可以研磨他的材料 所以被沉风在地下 但是现在有阿鲁从深渊带回来的梅尔克群星 他可以研磨一切 二代有信心可以打造出一把上好的刀 其实那龙牙的价值也是达到恐怖的13亿 可二代并不打算收小松的费用 因为是小松让他真正找回了自信 这算是他正式接受梅尔克二代传人的身份 打造出的第一把菜刀 他还要加入另外一种材料 就是之前小松断掉的那把菜刀 因为他仿佛听到菜刀说自己还可以战斗 接下来就是接连不断地研磨了 只是好几天过去了 看上去龙牙都没什么太大变化 光是那矿石研磨下来的粉末 都已经堆成了一座小山 而且那粉末也是一种上好的调料 这让阿鲁这吃货垂涎故意 但马上被小松给阻止了 因为阿鲁答应过他 一定要等菜刀问世之后 再一起品尝美味的 就在两人不断拉扯之时 突然一道耀眼的光芒从身后传来 那龙牙竟然在闪闪发着金光 二代表示离成功已经不远了 正所谓只要功夫身铁杵莫成真 龙牙在二代的手中慢慢地发生着变化 时间一天天地过去 小松也是在一边端茶倒水 为二代做好了周到的后勤工作 他亲眼见证了自己的菜刀问世的过程 这天夜里小松和阿鲁正舒服地抛着走 突然一股星际的气息传来 他们所在的大浴池竟然直接裂开 而那力量的源头正是二代所在的房间 此时二代拿着一把菜刀愣在了原地 不敢相信手中这把刀竟有如此锋利 刚才他只是轻轻地挥了挥手 居然造成了这么可怕的结果 这时他才想起那个方向小松正在泡脏了 该不会被劈开了吧 不过他们两人衣服都来不及穿 就已经冲到了房子内 兴奋地看着二代手中的菜刀 一缕刀光闪过显得非常锋利 而刀身上写着小松的名字 制作者正是梅尔克二代 小松表现得非常感动 那么接下来就是检验这把刀的时候 他找到了一个金刚像果 他拥有比石头还硬的外壳 当初小松的菜刀就是因为他而断裂 如今看到这玩意小松还是心有余悸 但他的刀依然还是稳健地切了下去 真是意想不到的轻松 那钢铁般的像果在新刀的锋利下 变得就如切豆腐一般简单 小松的刀法也是行云流水 肉片在他手下变得薄如蝉翼 再加上其他的材料 很快一张超级美味的披萨就出炉了 最后再撒上梅尔克群星作为佐料 顿时那石头屋里金光四溢 接下来阿鲁将寻找传说中的甜花可乐 因为在地下深渊时 梅尔克告诉他可乐最美味的时间就快到了 但是美食金字塔是非常危险的地方 阿鲁需要去找一个强力帮手一起前往才行 他想到了那个被关在监狱中的家伙 阿鲁